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主题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 董老师 今天呀 我们一起来学习 交流平台 出事伸手 情以物迁 词以情发 那么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 要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 本次交流活动 主要是学习两种在文章中抒发真实情感的方法 一种是把情感融入到具体的人 事或景物中 在叙述中 自然而然的流露情感 一种是把心里想说的话 直接写出来 抒发自己的情感 同学们 请看这两种方法 我们做具体分析 第一种是比较含蓄的 把情感融入到一些对人的描写 对事情的叙述 或者是对景物的描写当中 借景抒情啊 古代有很多诗人 他们写的诗 表面看似是写景 其实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 或愉快 或悲伤 等等 这是第一种 抒发自己真实情感的方法 第二种 那就是直接抒发了 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直接的说出来 写出来 抒发自己的情感就可以了 文章的灵魂 在于感情争执 一篇好的文章 往往能引发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怎样巧妙地抒发内心的情感呢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 这篇文章 有没有灵魂 就看 你写的这份情感 是不是够真切 是不是能打动人 经常 我们在读文章 读课外书的时候 随着书中的人物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担心 一起害怕 那就是因为 作者呀 在传递他的情感 而我们呢 也产生了共鸣 那怎样才能有这样的共鸣呢 巧妙地抒发内心的情感有技巧 有时 我们把情感融入具体的人 视或景物之中 在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情感 举个例子吧 如 那个星期天 这篇课文中 有一段叙述了 我怎样挨时光 哎呀 怎么写的呢 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 跳房子 等母亲回来 我看着天 看着云彩走 等母亲回来 同学们 请看这样一段话 借助 写 跳房子 看着云彩走 这些动作 这些行为 这些举动 真实地 自然地表达了等待的时候 焦急又兴奋的情感 这就是比较含蓄地表达 把自己等待的这份焦急和兴奋 融入到了自己的动作描写当中 文中没有出现焦急这个词 也没有出现兴奋这个词 但是我们作为读者却感受到了 那是因为描写得非常的细致 请看 跳着一块块方砖 我踏着这一块块方砖 在那跳呢 不是一块 是玩了很长时间 跳了很长时间 跳房子 等母亲回来 我看着天 看着云彩走 盯着天上的云彩呀 很长很长时间 发现那只像小兔一样的云彩没了 又来了一朵像小狗一样的云彩 看了很长很长时间 这些足以说明我此时的情感是焦急又兴奋的 同学们 这种方法呀 非常好 那个星期天 主要运用了间接抒情的方式 显得特别细腻 亦引发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有很多等待的机会 和作者的感情类似 所以能产生共鸣 比如说 我蹲在母亲身边 看着她洗衣服 觉得太阳光线的变化漫长而急剧 等啊 等啊 这就透露出我等待时的急迫心情 刚开始的时候 太阳还在正中呢 等着等着 太阳怎么样啊 慢慢的往西坠落了 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 让我们觉得呀 真是漫长而急剧 足以说明 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急迫的 有一首儿歌 是这么唱的 太阳当空障 花儿对我笑 这就是借太阳和花儿来表达自己那种愉快的心情 写作文时 有时候直接抒发情感 会显得不够自然 我们就可以把情感 融入到眼前的事物中 让事物做我们的 情感代言人 这个词多好呀 情感代言人 让你把我的心情说出来 比如说 太阳当空障 花儿对我笑 花儿这个事物 它本身就是存在的 但是我却把它想象成 对着我在笑 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我心情很好 我心情很好 我心情很好的前提下 我看着花儿就是在笑 同学们 有时啊 我们也可以把心里想说的话 直接写出来 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 这种直接表达的方法 只要运用的得当自然 一样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比如说 匆匆这篇课文当中 第四自然段 作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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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一连串的问号 表达了对时间飞逝的惋惜和感叹 很能打动读者 容易使读者产生相同的感受 文中是这样说的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 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 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 能做什么呢 只有徘徊罢了 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 除徘徊外 又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 如青烟 被微风吹散了 如宝物 被出洋 蒸容了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油丝一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 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 但不能平的 为什么偏要白白走着一遭啊 看那同学们 这是一段情感非常真挚而强烈的文字 其中有好几个并列的问句在一起 就是说 在叩问自己的心灵 对飞逝的时光的一种感叹和惋惜 特别能让人产生共鸣感 像这种直接抒发情感的方式 使用的也非常好 再来说 匆匆的第一自然段 作者就用自问自答的方式 直接抒发了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和惋惜之情 我觉得 这种直书胸义的方式 比较适合于 比较适用于抒发强烈的感情 比如说 对祖国 对母亲的热爱之情 这一点很关键 如果你想表达的这个情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想马上说出口 用直接抒情的方式也是很好的 燕子去了 有在来的时候 羊柳哭了 有在清的时候 桃花谢了 有在开的时候 但是 聪明的 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 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 现在 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非常直接的来表达 自己对时光流逝的那种无奈 想挽留又挽留不住的无奈 以及感慨之情 同学们 我们来看出世伸手 来看一下 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 当心情不同时 对身边事物的感受 也会有所不同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首歌词 太阳当空照 花儿对我笑 我们处在这个环境当中 因为心情愉悦 所以觉得环境中的各种事物都是美好的 连那朵花都觉得是在朝我微笑打招呼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当下的心情不同 使然的 我们来看 一直想养一只小狗 妈妈今天终于答应了 那么请问同学们 此时此刻心情如何呢 那当然很高兴大喜过望 因为这是盼望已久的事情 终于实现了 多么像养一只小狗啊 今天终于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 路旁的一朵朵花儿 好像在向我微笑 树上的鸟儿也在欢唱 树叶沙沙沙作响 好像也在为我高兴 同学们来看 路旁的一朵朵花儿 这个花儿每天都在那里 但是呢 我突然觉得它好像在向我微笑 通过这个半句 同学们可以感受到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呀 嗯 激动的 兴奋的 高兴的 树上的鸟儿也在欢唱 树叶沙沙作响 好像也在为我高兴 鸟儿的叫声 树叶的沙沙声 在我看来 都是在为我高兴 好像在为我歌唱呢 那是因为呀 我的心情特别好 好 同学们你看 这样的描写 就让我们一下就能感受到 哦 作者的心情真不错 通过借助这些事物 来进行了表达 打篮球的时候 我有几个得分的好机会 没把握住 结果我们输给了二半 在这样的前提下 本来呀 有几个得分的点 好机会 可是呢 没有把握住 那心情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是很惋惜啦 很后悔啦 结果呢 又输给了别的本 让自己呀 更是沮丧 那么感情的基调就确定了 失望 沮丧 不高兴 那在我们压抑 那在我们压抑沉闷沮丧不高兴的时候 再看到周边的我们生活的环境中的事物 那会怎样描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天灰蒙蒙蒙的 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路旁的花儿搭拉着脑袋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着 也像是在讥笑我 刚才还说 哎呀天空那么美 花儿在怎么样啊 为我歌唱 为我微笑 鸟儿呢叽叽喳喳的是在为我歌唱 为我高兴 这怎么一转眼 同样的天空同样的花朵 同样是树上叽叽喳喳的小鸟 还有那树叶沙沙的声音 怎么都变成了压抑呀 搭拉着脑袋呀 讥笑了呢 同学们说的太好了 就是因为呀 我的心情产生了变化 天灰蒙蒙的 那是因为我心里觉得 哎呀一切事物都不再美好了 压抑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路旁的花儿搭了着脑袋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着 也像是在讥笑我 本来心情就不好 又听见了小鸟叽喳喳的叫声 可能就更心烦了 那是因为呀 前提条件 我篮球没有打好 输给了别的半 心情使然 那么同学们 请从下面的情境中 选择一两个 就心情好与不好 这两种状态 分别写几句话 把当时的情感自然的表达出来 在这里进行了分类 那就是当你心情好的时候 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两种状态 那么分别写几句话 那我们来写吧 比如说 走在小巷里 心情好的时候 和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所区分 奔跑在田野中 弹琴的时候 钓鱼的时候 心情好 和心情不好的时候 做同样的事情 感觉完全不同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走在小巷里吧 同样是这件事情 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来了 今天 我回到了多年没回的老屋 走在小巷里 家家户户的灯 陆续亮了 照在小巷的墙壁上 显得特别温暖 不远处 传来几声狗吠 似乎狗儿也按捺不住 心中的喜悦 欢叫起来迎接主人回家 这样一段话 这样一段话 自立行间 洋溢着的就是祥和 幸福 温暖 愉悦 从哪里可以看出呢 多年没回的老屋 终于回来 是期盼已久的八 家家户户的灯 照在小巷的墙壁上 显得特别温暖 灯 照亮了我走的路 等于是 让我的心里 也亮堂起来 狗叫声 其实有时候啊 狗叫声 还是挺刺耳的 但是 我此刻 心情非常的好 就觉得 狗叫声 也是那样的好听 似乎狗儿也按捺不住 心中的喜悦 好像是我高兴 连小狗也高兴了 欢叫起来 迎接主人回家 那么 通过对小巷里 灯 墙壁 狗叫声的描写 来突出自己心情的愉悦 同样是 走在小巷里 如果此时此刻 你的心情不好 糟糕极了 看 我闷闷不乐的 独自走在小巷中 那灰黑的墙壁 板着脸 也似乎 也似乎要训斥我一番 墙角的一只狗 汪汪汪汪汪的嚎叫着 仿佛在嘲笑我一样 同学们 同样是走在小巷里这件事情 小巷又没有改变 墙壁也没有改变 刚才还说 灯照在墙壁上 显得是那样的温暖 而此时呢 却说 那灰黑的墙壁板着脸 用了一个拟人的写作手法 把它当做人来写 板着脸 黑虎子脸好像要骂人似的 似乎要训斥我一番 嗯 我的想象是 你是要骂我了 墙角的一只狗 汪汪的嚎叫着 刚才还说 狗吠声让人觉得 是小狗也很高兴 而此时呢 我的感觉是 仿佛在嘲笑我一样 同学们多奇妙啊 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事物 在我们心情不同的状态下 那么写出来的内容 感受到的那种感觉 就不一样 来看 奔跑在田野中 这是每个孩子都愿意做的事情啊 那心情好起来了 会怎样写 夏天到了 田野上一片葱绿 我像一只从笼中放出来的小兔 向前奔跑着 一阵风吹过 花香一个劲的往鼻子里钻 沁人心脾 好不舒畅 呀 光读着这段文字 我们仿佛呀 就已经身临其境来到了田野 闻到了那花香 我们好像也跟随着坐着的脚步 奔跑起来了 看 葱绿的田野 让我觉得 我是被放出来的一只小兔 爱怎么撒野 就怎么撒野 风吹过 花香一个劲的往鼻子里钻 好香啊 让人觉得沁人心脾 好不舒畅 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心情很好 那 同样是奔跑在田野中 如果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不好呢 请看 我 满腹的委屈 向谁 诉说呢 看那路边的花儿 无精打采的 随风摇摆 我奔跑在田野中 冷风吹过 我打了一个寒着 一棵大树 像巨人一般 拦住了 我的去路 同样的田野 让我们却觉得 这段话 让人读起来 特别的压抑 你看 我此时此刻 满肚子都是委屈 无处去说 所以我跑到田野 看见花儿 哎呀 花儿 你看你 搭了着脑袋 无精打采 吹过的风 好像也冷嗖嗖的 让人心情 更加不悦 哎 前面一棵大树 那么 一棵 那么高大的树 平时我们觉得 哎呀 多么挺拔呀 但是今天 因为我心情不好 所以我觉得 你就是拦住我去路的 好像一个巨人一样 同学们 心情不同 那么 写出来的内容 也不同 弹琴 很多同学 都学过弹琴 心情好的时候 怎样 家庭联欢会上 我像爸爸妈妈 展示了自己最拿手的才艺 钢琴演奏 弹琴时 我的手指 特别懂我的心思 在键盘上 轻快而敏捷地跳跃着 黑白键 也听话地 发出好听的声音 爸爸妈妈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呀 其乐融融的场面 让我们觉得 特别的温馨 瞧啊 那些 黑白剑 听我的话 就连平时 不太听我话的手指 今天 好像 也被我驯服了 特别听话 让他怎么谈 他就怎么谈 这是因为呀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 特别好 那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那些剑 那些手指 还听话吗 爸爸妈妈 逼我学钢琴 我十二分的不情愿 僵硬的手指 似乎在和我赌气 不情不愿地 坐一下 又一下 黑白剑 不解的 嗯 瞪着我 仿佛不知道 该如何发生 只见爸爸妈妈 眉头紧锁 神情 十分可怕 呦 该写得多精彩啊 把一个 急不情 也不愿的 一个场景 描写出来了 我是不愿意 谈心 爸爸妈妈呢 看着我 又不高兴 看 刚才听话的手指 现在僵硬起来了 刚才 那些 很听话的 黑白剑 现在呀 啊 也不配合了 这就是因为呀 我不愿意谈琴 我心情不好 去钓鱼 高兴的时候钓鱼 鱼塘里的鱼儿啊 自由的游来游去 仿佛在和我比 水更悠闲自在 那条红色的鲤鱼 最淘气 总在鱼沟附近转悠 偶尔还会快乐的 吐出几个水泡 呀 无论是我 还是鱼儿 都是那样的 悠闲自在 心情很好呀 那心情不好的时候 去钓鱼吧 鱼塘里的鱼儿 也和我作对 硬是不咬钩 刚才 鱼儿不咬钩 我也觉得无所谓 但是现在 鱼儿不咬钩 我就觉得 嗯 是和我在作对呢 有时还戏弄我 轻轻的碰一碰 鱼钩就跑了 根本不给我 弃钩的机会 根本不给我 弃钓的机会 我收起鱼句 闷闷不乐的 回家了 同样是钓鱼 同样是小鱼 在那里转来转去 碰了一下鱼钩 但是我的心情不同 表达就不一样了 同学们 通过今天这节课呀 我想大家 肯定学会了 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 可以把情感 借助于人 事物当中 进行含蓄的表达 也可以直接的直书胸易 进行表达 把自己的心情 写得明明白白 特别是 同样的事物 在不同的心情下 表现的结果 也不一样 文字太精妙了 太神奇了 同学们 以后可以多做 这方面的练习 让自己的写作水平 有更大的提高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